如果警察追兰博基尼会发生什么 这种刺激的事只有在美国会发生 今天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024年4月6日 凌晨4点58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西谷分区巡逻警员 在谢尔曼路18500街区正在向西行驶 在一个红绿灯口发现一辆灰色的兰博基尼飓风停了好久 警察发现司机居然睡着了 但兰博基尼看到身后有警察直接开溜 警察大脚油门跟上了这辆可疑的兰博基尼 眼看距离越来越远 警察只好拉响警笛 兰博基尼见状后只好乖乖的停在了路边 警员随后下车慢慢靠近兰博基尼 准备进行盘问 从警员和司机的对话来看 司机有点神志不清 面对警察的盘问 他只回答了yes和no 反应特别迟钝 警察问他车从哪里来的 司机说是租来的 手续什么的都没有 警察回到巡逻车上 对这辆兰博基尼进行了查询 这一查才知道 这辆兰博基尼是被盗车辆 司机是51岁的黑人大哥 艾利奥特杜根 这人还有多项重罪逮捕令 在知道结果后 这名警员也是非常淡定 慢慢的走回兰博基尼 并要求司机下车接受进一步检查 警察拉动了几下门把手 但司机并没有开门 嘴里还在胡言乱语 警察只好告知 他被逮捕了 如果再不下车 就强行把他从车里拉出来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从警车内的记录一看到 一共有三名警员围着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一脚油跑了 接下来发生的 就是刺激的警匪追逐 追兰博基尼我还是第一次见 可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根据路边的监控记录看 这辆兰博基尼的时速高达 113英里每小时 也就是180多公里 警车这速度根本追不上 而且大半夜的很容易发生意外 不出意外的是 意外发生了 追逐了几个路口之后 警察发现街道上全部是碎片 很明显 这辆兰博基尼撞上了路中间的隔离带 更可怕的是 这辆高速行驶的兰博基尼 被撞得一分为二 警察检查了现场 发现司机不见了踪影 那么司机去哪了呢 此时从画面里的声音能听到 直升机支援已经到达 美国警察这个追捕效率确实可以 在附近搜索了一圈 没发现任何踪迹 周边的邻居都被吵醒 有人在路边看热闹 警察询问是否看到有人逃跑 路人的回答却让警察感到震惊 他没有看到有人从这里跑出来 倒是看见有人从车里飞了出去 随后听到其他警员大喊 发现了司机的踪迹 警察一路狂奔 在几十米远的人行道上 发现了司机的踪影 很显然司机不是跑到这里的 而是被巨大的冲击力甩到了车外 当场死亡 公平的说 司机确实遵循了警察的命令 下了车 只是这下车的方式有些特殊 有没有人是在这里的 在这一块中间的阻力甩到车外 这下车的方式有些特殊的方式有点